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又我來自澳洲的真必師,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博偉芒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曬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今節我們就講講烏克蘭的真實狀況 這位仁兄,你喜不喜歡他也好 但他真的去了烏克蘭的實地報道 這位叫Alex Chen 而且你記住,這篇文章是來自自由魯州的 自由魯州其實都是支持烏 美國旗下的,因為美國資助他 所以我覺得 水分應該不多 如果你弄過什麼東西 俄羅斯那個叫什麼 鎮利堡 不是,這個烏克蘭真理報 俄羅斯那個是 什麼通訊社的 我忘記錯了 RT 今天俄羅斯 今天俄羅斯 RT 如果那個 就應該是 如果是那個訪問那些 我們也是比較審慎的 但是這次 你記住,因為他在烏克蘭 是支持烏的 而且他們也是 很抗俄的 是他的對家 既然他也這麼說 應該在烏克蘭也很嚴重的 其實你支持烏或支持烏 你一定要說真話 沒錯,這個不要緊 你真的支持什麼都不要緊 說真話 這次 其實他跟之前說話 中央台的記者也訪問過 其實也是差不多 這次跟中央台差不多 我相信如果 大家的政治 差那麼遠都說話差不多 事實上 應該對於事實來說是一個比較接近 我相信就是這樣 當然他 就是 因為我戰爭過了兩周年 這篇東西其實是之前訪問的 但是 他就自稱為香港獨立記者 原來在烏克蘭觀察到不少 烏克蘭國民回到鄉下 就是回到烏克蘭 但是 對於這場 看不到盡頭的拉鋸戰 已經感到厭倦 他跟《紐約時報》的說話差不多 其實之前中央台也說的差不多 那麼不少是撞丁 就是為了做逃兵 那就是我們之前說的 有些人說 你怎知道是否逃兵 不是我說的 是BBC拍到想游泳 是呀 是呀 拍到一些人流水 我們全部是有筋有強的 不是吹水的 我們不會看到報告 說他不准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會分析報告 他們一些東西 當然是用自己一些 其實 我覺得 從群眾中來從群眾去 我們是用普通人的想法去說 所以 我覺得比較貼地一點 他也說不少撞丁為了 逃避兵役 移居到偏遠地方 國民也開始 回歸現實 擔心美國 不再對 烏克蘭的軍事援助 令到他們失去了後統 到此時之刻 這份訪問 有一段時間 就是兩三個星期之前 你看到此時之刻 美國依然未通過 換烏的這些錢 不過他們通過了1.2萬億美金 令到政府不至於停擺 600億美金是未通過的 我相信 選舉之前 你說會否通過 我就 覺得有點困難 但是 是的 選舉還有半年以上 但是前天 澤林斯基說 是否連一月底可以通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是否過份樂觀 還是他收到甚麼封 很搞笑 他說是月底可以通過 但是早幾天 沙利文去了 幾乎 沙利文沒有給他時間表 他說盡力 沙利文是聰明的 這件事 這件事 過不過得也不是掌握在沙利文手上 不是 真的不是他手上 是共和黨人手上 尤其是 他答應你也沒有用 因為他們成了一輩子 而且你知道 如果誰敢軟弱 班農又發功 郭文貴的好兄弟 班農又發功 看看原來 這個特別軍事行動 兩年多 這位 香港獨立記者 到現場觀察不少烏克蘭國民的現況 也算是挺新的 因為很少中文媒體 對他的獨立記者不代表任何人 但是他接受了自由島州的訪問 就說 對於這場看不到盡頭的拉鋸戰 已經很多民眾感動嚴倦 不少壯丁也為瓦被兵役 移居到偏遠之地 國民也開始回歸 現實擔心美國不再對他們有軍事援助 令他們失去後盾 原來歐盟 這不是我們之前說過嗎 這是真的 自由魯州也這麼說 他也引述這份 就是歐盟最新的民意調查 顯示只有10%的歐洲人認為 烏克蘭可以獲勝 跟我們之前說是10% 九成人 起碼不覺得你會贏 其實國內外對於 俄烏戰爭 都是抱比較悲觀態度 和兩年前 民主陣營國家 戰意高昂的氣氛很大出入 這件事很正常 兩年多誰能撐得到 加上你大反攻 搞到一鍋泡 更加沒有人相信你能贏得到 沒錯 沒錯 之前他也去過哈爾科夫 哈爾科夫好像現在 被俄軍拿回 哈爾科夫很奇怪 在戰爭最初被俄軍奪了 後來 烏軍就拿回 這幾個月哈爾科夫又好像失去了 另外 這位獨立記者 引號 他是自稱 兩年間多次進入烏克蘭採訪 他就在頓巴斯 拍到一位 戰爭失去了 兒子的婦人 在母前痛哭 他就說 我不會對 居然這樣說 我不會對入侵者說什麼 沒有什麼 我的眼淚 會流到監獄 我不會說什麼 善心的眼淚 會流到監獄 但是 我不知道 他們在哪裏 這樣說 其實 也是挺令人心碎 甚算 居民 就由三萬跌到一千人 這個就糟糕了 阿夫迪耶夫卡 西方有些中文媒體 叫做阿夫迪伊夫卡 無論如何都不要緊 阿夫迪耶夫卡 就是失手了 這個之前 扎尼斯說謊 老超更加說 更好笑 他真是燈神 頂住了俄軍 俄軍帶拜 其實沒有 這個英文 西方的共識已經失去了 你不用說那麼多 這個《紐一時報》也說 可能有幾百名烏克蘭人 已經變成了戰科 烏冬就節節拜退 這位Alex Chen 也在現場感受到 民眾開始厭戰 跟老超說的倒轉 老超說 至高氣暗 怎樣 衝啊 你自己衝吧 還有我相信 咖啡 咖啡也有得讓你衝 我用腳投票 他經常說 其實台灣應該是安全的 其實他跟西方就用腳投票 證明他不相信 這個西媒 因為西媒經常說 習近平要動手 這七年動手 是沒有的 如果不是老超會 老超會聰明 怎會 怎會 他當然覺得 新犯險 他怎會 老闆 是啊 杜汶澤 反而他很聰明 他很少說這些 其實他經常說香港政府 或者說這個大陸 但是你說什麼兩岸那些 他很少說 台海開戰 一說的話 如果你說到很害怕 為什麼你又要留下 Alex也說 現場看到最大的分別就是 民眾對戰爭態度 他也說二年他也去過 二年是上下一三 大家都很支持 國民可以 拿走 全份 的 身水捐給國家 除了自己吃麵包 也捐錢給軍隊打仗 到了二、三年 老實說 現實 就是這樣 二、三年夏天 他也看到幾乎不少 攜魯大幼的民眾 回到城市生活 對於他們來說 是回國 是否可以是一個 進退兩難的選擇 因為 城市也受到俄軍不斷的嚴重 毀壞 很難從頭再來 其實這個哈爾科夫 在大陸有一個很出名的網紅 他娶了一個烏克蘭美女 真的是美女 現在 在大陸 好像在貴州 直播大貨賣水果 他老婆就是哈爾科夫人 你知不知道 有些烏克蘭人 是去了俄羅斯 包括他媽媽 原來是這樣 原來他們如果 苏聯時期出生 你可以去俄羅斯 你知不知道 沒有被人說 難怪之前聯合國也說有些烏克蘭 這些逃離人士是去了俄羅斯 俄羅斯是比較安全的 當然他們是哈爾科夫人 但是他媽媽 去了莫斯科投靠親戚 有些少量 我想也是少量 不過西門很少 聯合國算多 有沒有 10萬以上 沒有說 我記得是過萬 蘇聯年代 當然是網紅說的 他媽媽真的去了莫斯科 他們是烏克蘭人 因為我看了他幾年 因為他這個哥哥 養子比較一般 但是他老婆非常漂亮 不好意思 原諒我低俗 只是看看那些秘女 當然 這個澤尼斯科也說過 在俄軍的猛烈攻勢之下 暴雷暴得很厲害 一個一個村莊的傷亡 不斷增加 他多次敦促美國 就緩呼 根據 幾乎國際社會研究所最新的數據 就看到 原來去年12月8日的調查當中 其實澤尼斯科的支持率 就由95%跌到62% 所以 這個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 是要解僱了澤尼斯科的 我們之前說過 澤尼斯科的 就是前總指揮 總司令 原來 他的 民意調查 是比 澤尼斯科的多 所以為什麼現在 搞了他去 搞了他去 我覺得 應該是最後嗎 當然原來有些人就說 這些烏克蘭被強迫轉移到俄羅斯 但是 我看到那位網紅的媽媽 他應該不是 他是自己去到俄羅斯 他是坐飛機 另外 亦是 有烏克蘭媒體 他也說俄佔區 不是烏克蘭媒體 西媒 是俄佔區的人 接受現實 他們拿了俄羅斯護照 亦是拿到俄羅斯的福利 我不會怪這些人的 因為始終 最後還是 要接受現實 因為 你付不到錢的時候 他們也要過日子 是嗎 是嗎 我覺得 我不會怪這些人 當然有些人說 你為什麼要拿錢 其實如果你不拿他 他日子過不了 誰給他 我就想問誰給錢 我覺得這些是弱勢 這些是弱勢 原來 我看回最新的資料 去俄羅斯的烏克蘭人 這是聯合國的數字 居然是 最少28萬 嘩 老推 是 最少28萬 最少28萬 所以那個網紅的媽媽 應該就 因為她 不過她說的那句話也對 她也會說俄語 其實在俄羅斯有很多人是俄語 我想問她 外母 網紅的外母 有些人歧視她 還可以嗎 她一直都去莫斯科 那還可以 她一直都去莫斯科 當然 每個人的選擇 我覺得也不需要怪她 也說回原來 習烈斯基的支持都下跌了 這位Alex 也說由她訪問的 烏克蘭口中就知道 烏克蘭 她算是說良心話 雖然她在自由魯州出的 這個報告 其實我覺得 她說的跟之前 說的說的差不多 跟其他媒體說的差不多 也跟很多大陸媒體說的差不多 就是烏克蘭國內 她說的不是我說的 烏克蘭國內的貪腐 以及觀念問題相當嚴重 成年男子 開始不願意為國家上前場 他們說 你本身是男性 有登記地址 就會證兵信 或者登記 要直接上門叫你去 老實說 身邊不少烏克蘭朋友 都逃避兵役 就等我們之前說的差不多 因為 是可以付錢的 記得當時說 好像是幾千元到一萬元美金 有機會找到 或者開張假的醫生紙 那張醫生紙是真的 但是你是沒有那個病的 他就可以把醫生紙給你 所以 才會這麼生氣 換了精兵辦公室 但是其實他一刀切 又不對 我覺得 亦都令人很洩氣 你做事很粗疏 原來Alex 雖然在首都基庫 和其他城市 已經恢復所謂正常 但是 成年男子 內心非常擔心被徵召任 Alex也舉例 縱使一位在德國已經取得難民身份的男子 他回國取得證明 亦都擔心 是被軍隊捉去當兵 是的,之前他們都說過要在歐盟國家的人回去當兵 以Alex所知 其實西部城市最大城市 尼玉夫 尼玉夫其實很特殊的地方 曾經是波蘭的領土 尼玉夫 在街上 據他所知 西部城市尼玉夫在街上 軍人和警察 是行蹲蹲 警察就會查折 民眾身份證 一旦發現成年男子逃兵役 軍人就說 當時人是遞上徵兵子 所以逃兵役的男子 不會在市中心居住 大多數搬去偏遠的鄉村 避開這些軍警的異目 Alex另一位男性朋友 暫住在未婚妻的家 而未婚妻就住 假設未婚妻就住在他家 令軍人找不到他們 那位男子也很無奈跟Alex說 如果他去當兵 他的人生就接近離世 但他同時也為逃避兵役的行為感到 後悔和內疚 內心矛盾 但沒有人是想 沒有人是想 自己心外的人走 這是現實 另外Alex也說 當初不少國民覺得這場戰爭大概兩個月就會完結 當然不會 2023年開始 接受這是漫長的消耗戰 他們開始擔心 歐美之後會不會持續對他們作出武器的支援 會的但是沒有那麼快 Alex也說 其實烏克蘭的狀況 是將責任歸咎於 他覺得 他都很大膽 他對自由老洲說 是歸咎於北約和美國的軍備補給問題 是的 噢 其實都要預算 其實你都 開拖之前或者大反攻的時候 你都要預算 會出現這個情況 你真的打算是源源不絕 他是這樣想的 可以無限地支持你 你信錯了老鳳 真的信錯了老鳳 不是信錯老娘 他們就說 主要就是怪美國在國會卡住了那麼久 無論在美國 總統大選之後 他們都擔心會繼續援烏打這場仗 因為如果特朗普上場就麻煩了 Alex也說 國民的士氣低落的原因是留意到 歐美對於這場戰爭的關注度轉彈 去年 這個叫 Pill Research Center的報告也說 接近一半的共和黨支持者認為 美國對烏克蘭支援太多 意味著 共和黨一旦獲得這次美國總統大選 勝利的話 就會減少對烏克蘭的援助 這個肯定的 不用說了 就算 Joe真的做到也好 其實我覺得他也審慎很多 另外 歐盟最新報告也說 只有10%的歐洲人認為烏克蘭會 最終在接納妥協的解決方法下取得勝利 顯示歐洲對烏克蘭的勝算趨勢非常悲觀 即使教育樂觀的歐盟國家 如波蘭也只有17%的人覺得烏克蘭可以獲勝 Alex也說 西方媒體相繼報導 俄羅斯利用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方法避開西方的制裁 令到烏克蘭民眾 在質疑制裁的政策 是否可以令到俄羅斯戰敗 始終在缺人缺軍備的烏克蘭 這場持久戰對於他來說十分不利 我覺得公道點說 西方該做的都做了 但他有些東西 就不可以讓給你的 好像沒有能源 能源如果價格貴的話 他自己的政權也不賺 沒錯 而且那些糧食 國館說明是過境的 你又在當地這樣 埋賣 弄到農民收入 大受損失 怎麼讓給你 怎麼讓給你 真是太難 真是太難 好,今次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